我叫张学明,然后我来自中国,深圳 我来匈牙利是三年前,然后现在学习在这个IBS 然后我是学习Finance,财经,然后现在是第二年的学生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的表哥住在这里 然后他推荐我来这个地方,因为首先呢,这个地方学费很便宜 然后教学很好 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的表哥的儿子也是在这里学习 然后他给我介绍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啊,老师之类的 然后让我大,让我有很大的兴趣来这里学 我表哥,因为我表哥住在这里嘛,然后他告诉我 这有个中介,留学中介,然后让我找他 然后找到他,他给我推荐了这所学校 因为这是英国制的学校,然后让我也上网去查看了这所学校 里面内容也非常吸引我 我最喜欢的嘛,应该是这里的学习环境 然后因为这是所国际学校,然后有很多学生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 然后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 然后还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一起讨论问题 还有自己的老师非常的友好,也非常热爱帮助同学 中国现在财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财经 而且这会帮助我更好的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应该是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我第一次演讲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去弄 然后我就请教我的班上的同学 他也非常热情地帮助我 教我怎么去演讲,怎么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会,然后我就会去唐人街认识中国人 然后经过中国人的介绍,我就找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 当我毕业了后,我会想回国吧 因为我的父母在国内,然后我也是独生子 再回国找工作吧 会的,我会推荐他们来这种学校 首先呢,这是个英国制的,还是国际制的学校 你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跟中国不同的东西 而且这边的教学非常好 老师也非常好 所以我很推荐来这种学校 是什么? 真的是 我们在这里学校 你们就知道这种学校 你们就开始联系 但是就知道这种学校 用这个学校